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 神有音樂號 今夜失陪秀 週末來看秀 嗨 歡迎大家收看 我是凌修 我是小莉妍 今天接著還蠻順的 是 是嗎 其實之前已經錄了三四次 你幹嘛講出來啊 一定要講出來 我是很老實的啊 對不對 好 我們今夜失陪秀呢 也陸陸續續的錄了 好幾個月了喔 今天來的呢 是我們主力的宣傳部隊 誰 就是我們的傳媒 哦 你知道嗎 熊世智也有傳媒公司嗎 非常厲害的一群人 他的名字叫做新傳媒 我覺得他們真的蠻厲害的 都是一群很有才的朋友 所以有時候你如果在那個 街頭巷尾看到呢 以前那個在便利商店裡面 看到一些旅遊雜誌 其實都是他們編的你知道嗎 所以呢 他們就是完全會是胡扯的一群 你這樣來賓趕出來嗎 這來賓等一下會罵我 好啦 我們事不宜遲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我們新傳媒的誰 熊獅蕭雅軒嗎 那我們歡迎朵拉 歡迎Dora 嗨 大家好 看我剛剛就心驚了一下 這什麼熊獅蕭雅軒 其實我是遇到他叫金馬 你有點亂講 人家美成這樣 你們覺得他今天穿得很喜氣嗎 很美 不但我們是一個文化知識 抵運很強的公司 怎麼可以不是 這有看我之前的節目耶 我之前有這樣講耶 不過金鐘獎不可能啦 我們知道 好 那朵拉 聊一下新傳媒在幹嘛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說現行的這個 就是目前這個市場上 就是所有的什麼媒體啊 自媒體啊 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那為什麼一個就是旅遊的集團 需要有一個媒體公司喔 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第一個是我覺得可以就是加強 就是大家對於旅遊這件事情的態度跟認知 這樣會不會太嚴肅了一點 不會 不會 我們是一個非常有抵運的 但我覺得其實老闆對於就是旅遊這件事情 他當然不會覺得說其實就是只有就是玩吃 就是吃喝玩樂 那我當然他希望是說就是旅遊這件事情 他其實可以藉由就是知識的傳達 他會有很多不一樣的一個就是力道存在 所以我覺得他成立所謂的媒體公司這件事情 他其實是想要藉由媒體的力道 把旅遊美好跟生活美好這件事情就是傳達出去 帶給大家 對當然那除了就是媒體之外 其實他也做社群營運 對 所以其實我們新傳媒他各個單位 他附有不同的一個就是職能跟角色 對有不一樣的使命 那我們新傳媒裡面大概有哪些結構呢 你剛才講過有那個 像我知道有新女孩什麼 新單車這一類嗎 那是單車女 那是社群的部分吧 如果以大類來分的話 我們大概分為哪幾個 以傳媒的部分的話 現在目前其實我們主力還是放在這個 所謂就是社群營運上面 那所謂的社群營運其實就是在經營所謂的愛好者 共同愛好者 比如說像我今天很喜歡攝影 我很喜歡登山 我很喜歡滑雪 其實這個部分都是在做一個所謂人的一個就是經營 對聚合跟聚合 聚合 對 喜好應該是說它是共同喜好的一個聚合這樣 其實我常常跟朋友講 如果大家找什麼資料的話 有時候你打開那個新傳媒這三個字 就Google一下 其實還蠻多資料 因為我們本身跟很多的達人 甚至公司自己的同仁們都會入庫非常多的資料 尤其在以往我知道我們還有經營像新中國 新日本 新飛行這樣子 對 很多的主題式的一個分享 其實那個資料不很遲熱大家 而且我覺得真的是蠻有深度的 而且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各位知道嗎 我們還有一個叫做新講堂的部門 這個是我對你們最有興趣的部門 對 因為本身也是有時候會去 去擔任講師是不是 對 怎麼會邀請他 其實 因為就是要有質感 對 他超有趣的 對 對 超有趣的 所以新講堂在幹嘛 新講堂在幹嘛 那當然就請我們講堂主 堂主來介紹一下 他夠請說 別這麼說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講 就是說以前其實我們發現很多的旅遊 這樣子講會不會太直接 很多的旅遊業者 我們是一個直來直往的 很多旅遊業者 其實他可能會花很多的就是 錢去下廣告 可能會有花很多的預算 去買一些關鍵字 那我覺得像我們老闆的經營裡面非常的好 他覺得旅遊是一個就是製造夢想的地方 沒錯 對 你應該是說你應該是要像我們做社群 我們做聚落 這個部分原則上都是希望可以就是造夢給大家 真的 很感人 所以我們其實在做這個所謂新講堂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就是常常在分享所謂旅遊的美好 生活的美好 那當然比如說我們在舉辦這些的活動 希望藉由這些活動 讓你可以對於旅遊或者是更有品質的生活 這件事情有更多的想像 那你既然會有想像 你就會願意就是前往嘛 那前往當然我們的就是雄獅旅行 就有更多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就是新講堂簡單來講 我們是在做一個製造夢想的一個地方 對我覺得新講堂也是一種很 我覺得它是一個轉介的一個個體 因為每次到講堂去的時候 不然是看到講堂裡面的講師最後的回饋 或者是真正臨場感 我覺得那個內容真的蠻好的 而且有時候真的 你沒有辦法想像到可以聚成一個主題 一個有這麼多喜好者 無論熱門或冷門都可以聚合很多人 一起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一起聆聽同一項大家喜愛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新講堂超級厲害的地方 你有參加過嗎 我準備要參加了 那邊速食 所以我們新講堂裡面大概 從以前到現在大概有什麼內容 其實像一開始新講堂成立的時候 其實我們舉辦過大大小小的講座活動 有幫別人辦也有可以辦的 那曾經 曾經當然就是說數量比較高的時候 我們全正時期大概就是一年 大概可以辦四五百場的講座活動 一年365天就辦了四五百場 就是無時無刻一直不斷的在發生 等於有時候一天要辦兩場 兩場到三場 場域不一樣 對 場域不同 或者是活動的性質不一樣 那原則上就是大家對於 就是參加講座這件事情 其實它的就是回饋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們其實常常在講 世界各地發生的任何事情 不管是旅遊 不管是美食 不管是文化 不管是建築 所以其實會去參與我們講座活動的人 他對於這一個我們的講座的這個內容 他其實是認同的 他是有興趣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全正時期 其實大概有一年有辦個四五百場的講座活動 那這些地方都在哪裡呢 就是在所謂世界的各個角落 我們的講座可以遍及世界各個角落 我是說我們講的題目 大概題目是可以很廣辦的 畢竟我們是一個旅遊業的集團 所以從旅遊的角度去廣泛涉足到全世界 但是我想聽眾或者觀眾比較好奇的是 如果我想參加要去哪裡參加 當然第一個 Google新疆堂三個字 第二個是那些場域在哪裡 大家這邊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我們如果新疆堂的觀望 後製一下 然後當然就是說 我們其實目前自己有自己的據點 包含像就是永康 永康人文空間 可以吃芒果冰之後再去 對或者是聽完之後再去吃芒果冰 那第二個部分是像我們有忠孝 忠孝我們最近在忠孝東路上有一個新的據點 那當然就是說 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內湖本部的部分 我們也常常去很多企業裡面做分享對不對 很多企業也邀請我們當作一個 仇辦人 對 仇辦單位 有去過什麼大型企業嗎 其實我覺得去企業互辦 講座這件事情是非常 就是一個意外的插曲啦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新疆堂 就是辦了許多的活動 那當然就是會有來自就是各個不同地方 或者是各個不同單位的人來參與 那參與活動之後 他覺得欸 講床辦的課程很有趣 因為其實我一直在強調我們辦所謂講座課程 並不是說只有老師 只有學生 這個叫做講座 這樣就太呆了 對 就坦白說是有點無聊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我們的課程當中 我們會盡量讓學員們 可以有這個所謂的無感的體驗 可以參與其中 無感體驗 那麼高端 對 無感體驗 那麼高端 聽覺啊 嗅覺什麼的 是 沒錯沒錯 包含就是說假設我們這次在講一個 可能是中南梅州好了 那中南梅州我們可能盡量可以利用 就是當地的音樂 當地的一些 可能是食物等等 食物 甚至是說 可能是我們會有一些嗅覺 來去吸引就是大家可以更身利其境 有那樣子的一個感受 所以其實我們講床辦的活動 有很多的設計的小巧思在裡面 好用心喔 我剛其實一直在裝傻 其實上次也跟他們合作過那個 你去講什麼 我當然講吃啦 看你的身材我想也是 我就是一個吃貨怎麼樣 那上次你知道嗎 我們甚至把 我們跟他們合作了 因為我互相在基隆 我甚至把基隆的滷肉飯跟肉羹 肉羹 帶去 我們直接帶到教室裡面去 你吃給大家看喔 沒有 當然大家都會吃 對 我給大家看 我就說 應該醜就長那麼長了好不好 搞什麼 好 那當然 我想很多人也會訝異說 這樣的工作性質跟這樣的組合 這樣的工作範圍這樣的場域 對 需要有什麼特質的 來這邊工作的人 要像朵拉一樣漂亮吧 沒有 我都覺得好像應該是 圖書館寄出來的 怎麼會還是需要 點辦活動的sense 因為都是熟知文化部嘛對不對 如果要來這邊工作要怎麼辦 要怎麼 有什麼特質 原則上我覺得 在參與講堂這件事情 第一個 我自己認為 第一個你的組織能力 要非常的好 很多細節 對 很多的細節 因為其實像我們服務很多的企業戶 尤其像是金融產業 電子產業 或者是汽車產業 其實他是非常喜歡邀請 講堂去他們的會所 去幫忙辦活動 那辦了活動之後 可以邀請他們的VIP過來 就是聽 這個部分其實是我們一直 專開給一些獨特的客戶 對 不管是VIP 或者是說一些 就是比較特殊的 特殊的TA 這個部分我們都是客製化在服務 所以我覺得作為 就是要參與講堂這個 企劃的要值 第一個你可能要 就是非常有組織能力 第二個部分是 你要有高度的熱情 我覺得熱情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是看得出來的 對 你要有愛 熱情的臉 對 你要有愛 然後當然就是我覺得 你要善於溝通 因為其實我們面對就是 不斷面對都是溝通這件事情 因為要把所有的環節串接起來 對 真的我們其實從 不管哪一集的節目 在旅行社的工作裡面 其實就是人跟人之間 對 俗話說得好 有人就是江湖 不是有人就是錢 有人就是江湖 所以大家是要把很多事情串接得很好 那串接這個能力 我覺得這個世世 這個世代很重要的一個能力 因為別人交代給你不是一件事 它可能要擴大成一群人的事情 我覺得這要跟你好好學 就像個泥秋一樣 非常那個 我們剛才不是講說這個性質 但我其實想講 熱情 要熱情 要對這件事情能夠 而且要喜歡學習 我覺得還要有 除了就是熱情之後 我剛剛講所謂的人的溝通 是因為其實你知道 我們就是新疆堂 有經營大概上百個講師 對不對 也有像這種就是 就熱情奔放 比較失控一點 完全對 很難抓回來的 那也有那種就是你從 從溝通到開始 其實它幾乎就是神話天王 我的老師是藝術家 其實很多老師是這樣 台下是非常安靜 一上台他完全是不一樣 真的 非常的可怕 他的生命 他的專業 他的工作 其實很多導演領隊好像也是 下傳大家都很沈默 對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讀懂 這個老師的特質 你才會學會溝通 真的 比如說像明秋哥就是看到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沈默寡言的時候 我們要想一想他是不是有心事 又或者是怎麼樣 讓他就是在 我的使用時候真的是很難懂 真的嗎 例如 只要給我吃的就可以了 我們應該要再怎麼樣 就是在讓老師在上台之前 把他所有的情緒跟能量 就是轉化到最好 所以做這個工作 真的是跟人的溝通 還有對人的 等於說去掌控一個人 去協助一個人 把他的角色完全發揮 是很重要的 那種閱讀的能力對不對 對 你看課堂上學員所有的反應 所有的表情 所有的回饋 其實我其實 不管是服務企業戶也好 或是我們自己做公開班 服務我們的學員也好 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老師或者是學員 他們的回饋 是相對很重要的 對 這也算是我們的一個 就是接下來就是持續努力的動力 真的 就像我個人在做這種工作的時候 如果台下的人沒有跟我互動的話 甚至我有些點他們沒有辦法領略的話 其實從表情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那你會怎樣 就在心裡面已經默默自錘五百下 好 那當然 我們那個新獎堂也是我們現在社群營運的很重要一環 那我們以前還有新達人對不對 還有那個達人的領域包括單車啊登山啊 世界各國 那現在國律也是有很多資源 在我們的整個集團的資料跟檔案裡面 一直不斷的在做不一樣的發散跟轉型 那如何去閱讀這些東西呢 我們現在 好像推出了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對 我們現在有些什麼 大家可以直接找到我們的管道嗎 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其實新傳媒傳媒傳媒嘛 我們還是希望說 我們是以一個有內容力道的 就是媒體傳播公司 不論是我剛剛講的就是以新獎堂 我們是用活動用就是行動來去傳達我們的內容 那另外一個部分當然就是說 傳媒的部分我們有一個很龐大的一個 就是撰寫能力的一個 編輯團隊 對 編輯團隊 所以像我們最近就是在 醞釀這個所謂的新旅誌 新旅誌一樣 這邊就是所謂的 旅遊的旅 對 新旅誌 欣欣向榮的新 然後旅遊的旅 然後就是 誌是 很難講我知道 所以我不講 到底是哪個字 三國字的字旁邊加個言字旁 雜誌的字 對 那我覺得新旅誌其實它是一個 我們就是現在目前正在推的一個很棒的一個原聲內容 包含說它是旅遊 你可以說它是旅遊雜誌 你可以說它 它是什麼形態 實體的 它是數位電子的 對 對 然後我們是 你沒看喔 我們是週刊 對 然後我覺得 是週刊 對 每個禮拜都要看喔 新旅誌是這樣 它是一個就是 你可以當成它是旅遊雜誌 你也可以當作它是一個在介紹旅遊的態度 旅遊的觀點 原則上我覺得它其實是承載了 就是不是單純只有教你講怎麼玩怎麼吃 對 它應該是 它當然是有深度 我們是新傳媒 沒錯 因為它有深度的東西 我們無法撕裂 你知道嗎 沒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這個還是要稍微再 但是應該也不會是這樣 沒有再強調一下 說以前的人只在乎怎麼樣去哪裡 好吃好玩 但是現在更多的人 他其實迫切的去想要獲得就是旅遊的一些 更深度的資訊 所謂的深度是指說 包含你可能這邊包含人文特色啦 宗族民情等等 宗族民情甚至是 自我實現 自我實現 自我價值 今天說最棒就是這四個字 今天說最棒就是這四個字 要再說我說咪咪囉 對 所以其實我認為就是 像我們現在心女志就是在前 從創刊到目前的第三集 我們都在講藝術這件事情 其實不遙遠 對 我們把這些事情 看似遙遠的弄得其實很緊張 我們希望帶給大家真的是很快速的方便門 然後就進出到裡面 用不一樣的價值 不一樣的方式 然後在這個虛擬的角度上 虛擬的東西上面去呈現給大家 大家怎麼找就Google嗎 對 就是直接Google就是心女志 或者是你們後製可吧 可以 可以 後製記得 後製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我還是想要再重述一下 我覺得新傳媒 不管是新講堂 或是新女志所產生出來的內容 它就是旅遊 也是學習 也是態度 也是生活 我覺得也是生活 這真的是很重要 這就是我們一直在傳達的 因為我們也要從一個旅遊階段 變成生活產業的階段 是沒錯 鞋長就在做了 所以今天的狀況 讓我們更大大的滑進了一步 OK 那今天很謝謝朵拉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今天最重要的重點 大家我相信都有聽到了 後製要記得 後製 我是要去報名新講堂 跟收看新女志嗎 那是一定要的好不好 我幾乎上了 每次都會跟 看到新講堂很多好的內容的時候 我都會 用力分享 用力的分享 因為有的 不管是實體的 或者是做那種 甚至有手工藝耶 我還看過 上過什麼寫字的課程 超強大的 就是很多的資源 都會被他們匯集到 我們的講堂裡面 那些人事物 都是值得大家 花一點時間去探索的 那是真的非常棒的 其實我最後想再補充一下 就是我覺得新講堂 還要後製什麼嗎 是 我想難得那麼感性的時候 突然感性一下要轉彎了 沒有我希望就是我們可以讓 就是在新講堂所辦的課程裡面 可以讓大家去學習旅遊跟生活的美好 它是體驗 它是感受 它是一個情學習 它是舒服的 是愉悅的 我來上課 我帶著一個很期待的心情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我們現在 在我們這麼多學員身上 看到的這種就是期待 你知道嗎 人不能沒有期待 我想的是對於就是你 對於學習的一種慾望 我覺得今天聊得很愉快 因為不僅只是說這樣的內容 那整個新講堂 真的是我們非常值得推薦給大家 對 那在今天的經驗示篇秀呢 其實我們已經快要進入倒數了 你幹嘛提這件事啊 因為我有點感傷 感傷到我那個衣服有點濕這樣 有點熱啦 因為燈光的關係 所以特別邀請朵拉了 一定要用力的來介紹新講堂 給大家知道 待會看到她強調的部分 當然還有後製囉 我們今天呢 經驗示篇秀 就到這邊要告一個段落了 那我們謝謝朵拉 謝謝蕭雅軒 謝謝 我是新歌的嗎 最近有點失控 來到我們的節目 也謝謝我們的小麗妍 謝謝你 無論如何 大家還是要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 這集就是歡笑 但是又有文化跟知識的一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 我們下週見 拜拜 拜拜 拜拜